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要点灯 我们前不久号召大家点了一个九黄夜灯 这个刚好是我们民间华人传统的九黄圣诞 也就是共北斗九星和斗母 这个斗母实际上是我们光明之母 每一个众生在黄庭在心中心这个部位的光明佛母 就是莫利知天天尊 又叫莫利知天佛母 那么在藏传佛教直接就认定它是光明佛母 也就是你全身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细胞核 每一个DNA中间的光的源头 是来自自己的心中心 这是法王的成 这是法界的在你心中的全息凝聚点 要叫不死明点 在那里面就有光明佛母 它是使我们人体 每一个细胞都能够是光的细胞 然后生成好的肝脏 好的肺脏 好的身体的根本的源头 所以是我们这个一号召以后 很多人点了这个灯 点了这个灯以后很奇怪 他们觉得自己腰杆直了 后腰有人给他撑腰了 那可不是 这是光明佛母给你撑腰 和北斗九皇爷撑腰 你这个有他们撑腰 谁敢惹你啊 对不对 那这比我们认识我们总理都荣耀 那这个天上这么多神给你撑腰 那么我一直以来是想 这个劝请大家也供供天龙八部 但是你们去了我们大佛堂 一看天龙八部那么多牌 你家里的空间哪够用啊 怎么个供法 哦 后来这个法界提醒 用灯啊 用灯啊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天龙八部 这个供灯 这个给天龙八部送光明 然后孔雀明王 他的这个也是念起来以后 O Mayura Grandi Swaha Swaha也是大方光明 圆满的意思 所以也供一个孔雀明王灯 所以是供一个孔雀明王灯 和天龙八部灯 把这个天地六道众生 所有的神明都供起来 供一盏孔雀明王灯 把所有的四圣法界 这个阿罗汉 披之佛 菩萨 佛都供起来 因为这是什么 七佛八菩萨 诸佛共同拥护的大孔雀明王 佛母 那这个 它是法界里面的 毕如遮纳佛 也是我们的自信佛的等流身 也就是法界 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第一个佛 由他生成整个法界 说是号为毕如遮纳 这个在唐密叫大日如来 那么在我们这个藏密叫 普贤王如来 所以是 那么意思是 孔雀佛母明王尊 它是大日如来 也是毕如这那佛 也是普贤王如来的等流化身 也就是你供了根本佛 所以是供孔雀明王灯 是这个意思 孔雀明王